我就要死了 领养我的那家人要对此负责 现在我被锁在房间里等着做手术 我的器官会被摘走 我的身体不属于我的了 我得把这条消息传出去 就算不是为了我自己 也是为了千千万万孤儿的健康和安全 让他们免于被这些人利用 他们不是我真正的家人 也许我注定不配有家人 但我可以肯定 孤儿心希望是个谎言 如果你四天前这样跟我说 我会觉得你在骗我 我这辈子都在等 等待有人叫我的名字 我叫德利是个孤儿 我在伦敦南部的一个福利中心长大 有十几个和我一样的孩子 我们都有着不同的故事 自然灾难疾病等等 于我而言是一场火灾 七岁时我失去了家人 一半皮肤烧伤了 我们这里有一个叫做 孤儿心希望的特殊项目 专门帮助像你这样的孩子 校长说 项目的名字有点奇怪 但他解释说 该项目的运作方式是很合情里的 实际上有数百万家庭想要收养孩子 但大多数人都想要小宝宝 年长的孤儿通常不在选择的范围内 前任校长也认为这有点不公平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 他们就开始喋喋不休地说起这个项目有多棒 我对他们给这个项目的赞美印象非常深刻 新希望项目是为了对抗这个残酷的世界 每一个月都会有一个家庭来到这里进行收养 我们会随机抽取一个名字作为被收养人 这些家庭一般都很富裕 他们给了我们项目更多的捐款 他们明白我们照顾的每个孩子都值得拥有这些机会 去过上正常的生活 来到孤儿院不到一周 我就看到了新希望项目的运作方式 我们所有人都挤在一个小会议室里 在那里吃早餐 并被告知挑选数字 接着我们坐下来 像往常一样 听广播播报当地新闻和天气 最后一个号码被爆了出来 是我前面三排的一个年轻女孩 她跳了起来 兴奋地把号码从一侧挥舞到另一侧 接着 两个穿着白大褂的男人走进房间 向她表示祝贺 然后 我们就恢复了正常的秩序 这是个简单明了的过程 但对于像我这样的运气不佳的人来说 我没什么机会离开这里了 有些人对这个项目持怀疑态度 我的一个好朋友匹德 对这项目一点都不相信 有些人开玩笑 叫他疑神疑鬼匹德 我真希望 我们当时能够相信匹德的话 匹德说 我们从来没有收到过那些被收养人的信 你们不觉得很奇怪吗 他们也没有再来过这里 跟我们讲讲 这些家庭是如何照顾他们的 匹德从五岁起就在这里了 你只是抱怨自己的名字没被叫到吧 有人说 我希望永远不要被叫到 这整件事都有点可疑 但我不想怀疑 我知道 这可能太过美好 不太真实 我等了两年 才终于被叫到 经过这么长时间 你很难放弃自己的希望和梦想 但在早上例行活动 我的号码被叫到时 我感觉有人把某个东西塞进了我的后口袋 同时 那两个男人进来 护送我走向自由 离开孤儿院很远 我才发现那是一部手机 收留我的家庭一开始看起来还不错 但他们不太健谈 甚至 我问该怎么叫他们的时候 没有人回答我的问题 不过 他们很快就把我介绍给了他们的儿子 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男孩 名叫安德鲁 安德鲁带着呼吸机 看起来每次呼吸都很痛苦 他看了我一眼 眼神告诉我 他很痛苦 乖孩子 星期五之后 你会好起来的 女人说着 吻了吻他的额头 截至当时 还没有出现危险信号 但第二天晚上 在一顿尴尬而安静的晚餐后 安德鲁 溜进了我的客房 你必须离开 他粗声粗气地说 我坐起来揉了揉头发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现在这一切是我做梦都想要的 你想死 因为如果你留在这里 那死亡就是你的下场 他立声说道 他的声音在颤抖 我问他是否还好 你还不明白吗 我父母选中了你 让你把肺让给我 他们会雇一个外科医生来杀了你 这个疯狂的说法几乎让我笑了出来 但安德鲁非常认真 你只是想吓唬我 我说 然后他拿出手机 给我看了另一个女孩的视频 我在孤儿院见过他 视频里的他已经死了 眼睛被挖掉了 而另一个孩子正在接受手术 直入这双眼睛 这就是新希望的意思 他们并不是想给你一个重建家庭的机会 而是想给其他家庭一个重生的机会 我认为这是个谎言 我生气地推了他一把 他父母进来把他带走 把我锁在了房间里 这是昨天的事了 那之后我就一直在等待 那位父亲进来了一次 我觉得他是想为即将发生的事道歉 你必须明白 孤儿被收养的概率每年都在减少 领养家庭们很满意 我们的社会没必要浪费氧气 而且我相信 你也不想一辈子困在那个可怕的地方 我一直在想该说些什么 该如何让其他人清楚地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我不确定是否有人会相信我 我在网上查过了 没人听说过孤儿新希望项目 这是个谎言 针对我们的谎言 我现在能听到他们靠近的声音了 拜托了 如果你愿意相信我 救救其他人 给予他们已经被恶意窃取的希望 我买了一个廉价的收音机 好听一下阁楼里找到的一些旧磁带 我想确认一下 这些东西是没用的垃圾 好把它们扔出去 其中一盘磁带上没有标签 跟其他的看起来也非常相似 我很后悔听这个磁带 接下来 我要和你们分享一下 我听到了什么 你在干什么呢 没干什么就拿个酒 你要吗 我看上去很渴吗 别紧张 我是来帮你的 你给我打电话 也是因为知道只有我能帮你 我打电话不是叫你来帮我的 是让你倾听 目前为止你根本没做到这一点 好吧 我就坐在这 我现在听你讲 行吧 酒呢 我等着听完之后再喝呢 盖伦 现在让我们从麦琪开始 一切都是从他那开始的 麦琪 德里克和我 都是在那儿长大的 在孤儿院 对 我们那时形影不离 在法庭上最好不要这么说 你们关系很好 那你和麦琪之间的事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谈不上开始 只有结局 我过去一直很爱他 他也一直很爱我 那德里克呢 他也在那儿 你喜欢孤儿院吗 那是个大房子 从来没做其他用途 他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买的 你说的是亨利 是啊 那个混蛋 注意你的用词 盖伦 这样说话 对你的案子没有好处 注意你的问题 把你的指指点点收起来 我们又不是在法庭上 孩子们是怎样被对待的 老米里亚姆 管着那个地方 他让我们觉得 自己是个小麻烦 搞得好像他们得照顾我们 是我们的错一样 一般是年纪大点的孩子 照顾小一点的孩子 直到他们离开 你和麦琪之间的事情 是什么时候出了差错 应该向右转的时候 我想左转了 就这样 什么 聊一聊亨利吧 他是孤儿院的主人 从来没去过 但是孩子们会讲 关于他的可怕故事 关于他的名声 有着各种各样的留言 比如 他是怎么赚钱的 大人们是怎么说他的 他们会谈到他的 对吧 你跟我说说 跟我们一样 他们也很怕他 从来没有领养人来过 有的孩子觉得他不是人 你相信这些话 不信 所以 这与你做的事情没关系 毫无关系 你杀回孤儿院的时候 多大了 16岁 麦琪和德里克 他们是什么反应 他们 不明白为什么非得这么干 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你叫醒了所有的孩子 把他们弄了出去 麦琪和德里克 帮忙带走了那些年纪很小的 你很仔细 你都计划好了 是的 没人死在那场火里 对 之后 那些孩子 分散到了州内的各个地方 他们唯一的家被偷走了 其中许多人 再也没有见过彼此 你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吗 知道 那 是你所期望的吗 其中一个 你没找到麦琪和德里克 在后来的13年底 三天前 这么长时间 足够让一切都下地狱了 你后不后悔失去了他们 我 讨厌失去他们 但我并不后悔 然后 是什么让你重新露头的 一个朋友告诉我 他们结婚了 他是在报纸上看见的 而且麦琪怀孕了 火灾后 他们被安置在了同一个地方吗 不是 是德里克后来找到了他 他非常坚定 德里克这样的时候 你根本想不到阻止他的方法 然后呢 德里克说服了他 说他就像爱我一样爱着他 对此麦琪笑了 他觉得我会很高兴 他们最后在一起了 你高兴吗 我觉得 看看现在的我 你觉得我高兴吗 那是我的末日 但不仅仅是我的末日 但是 听说你们第一次见面很顺利 当然 我很快要当叔叔了 他们曾经失败过几次 所以对怀孕这件事都很高兴 德里克很矛盾 他想让我恭喜他 但又想揍我一顿 那天有人看到你 是啊 我把自己的头往墙上砸了一次 你那时崩溃了 这些事情很难用语言表达清楚 这就是为什么你要放 什么 为什么放了第二把火 为什么杀了一个老人 你不应该知道这些 贾克斯 我能看出来 你不是这样的人 或许 你该回家了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一个我信任的人 一个我以后也必须信任的人 我不是想知道 我理应知道 好吧 我刚才跟你说了 有一个结局 某一天就结束于那栋房子里 发生了什么 我不是说过 应该右转的时候我左转了吗 我年纪大一些 属于表现比较好的 我曾经在那里走来走去 想着我会给麦奇什么样的生活 我们会变得很富有 就像亨利一样富有 然后我停了下来 意识到了自己在哪 米利亚姆的办公室 一直都是进去 不过我还是冒了个险 没有走楼梯 楼梯是离开的路 我把耳朵贴在他的门上听 他威胁了那个有钱有势的男人 他谈到记录 证据 金钱 说他已经不在乎了 因为他父母死了 对方毫无办法 所以还是按他说的做 他说了什么 他的要求是什么 这不重要了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德里克是我兄弟 哦 麦奇是我们的姐妹 什么 那个孤儿院所有的孩子都是亨利的 我说的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孩子 每一个都是 那是他把我们藏起来的地方 他现在说不定在外面有了上千个 你是说把孤儿院烧了 这样就没人会知道了 还是为了阻止像麦奇和德里克这样的婚姻 效果不是达到了吗 可是 虽然效果达到了 但我最后的结局还是很痛苦 德里克没活过这次活灾 是的 但是他为什么会在那儿 你告诉了他真相 我警告过他 我没法再让他蒙在鼓里了 德里克没办法接受这个真相 把亨利烧死的不是你 对吗 你是想阻止德里克 但是太迟了 对吗 是我放的活 德里克想阻止我 他救了我的命 我以前就这么干过 我又干了一次 够了 盖伦 是我放的活 德里克想阻止我 他救了我的命 我以前就这么干过 我又干了一次 够了 我只是在练习 别这样 真相只属于我们 如果你当我是朋友 你就一个字都不会透露 你需要保护的不是我 而是麦奇和他的孩子 说句话吧 安慰一个绝望男人的心 你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吗 知道 我欢迎他的到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